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墨学分享了很多的往生故事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 非常殊胜的故事 是一位四岁的女孩小泰心 用了十几天的时间 在娑婆世界缔造了一个奇迹 虽然只有四岁 在他临走的时候见佛 当时他就说 阿弥陀佛叔叔快下来 叔叔快下来 被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故事非常的不可思议 可以说佛菩萨就是这么慈悲 佛世门中不舍一人 下面呢 来分享一下小泰心母亲的字数 看看母亲送孩子走了以后 是怎样的一个心得 四年前我的女儿 四年前我的女儿太心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给我们这个温暖的家庭增添了无限的幸福与欢乐 女儿聪明可爱 长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哈哈哈哈哈哈 女儿聪明哥 爸爸你别拍 妈妈拍 做父母的也是沉浸在孩子给我们带来的喜悦与幸福中 我们对孩子的成长 倾注了无限的爱 宝宝从生下来就体弱多病 打针吃药 医疗费不知道花了多少 那个日子更是晴天霹雳 就是2019年正月初六 宝贝被查出患有神经母细胞瘤 恶性肿瘤的晚期 这种病异常的痛苦 小泰心头上的肿瘤有十七处 脊椎空洞 如同虫柱 双腿无法伸直 常年蜷缩在床上 为了救孩子 我们除了花了额外的医疗费 到处求先问道 持经念咒 祈求神明 能保护我们的女儿 恢复健康 但是宝贝的病情 还是一天天的在恶化 两年前认识了一位莫道长 这位道长虽然学道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对佛教的净土念佛 往生的道理深信不疑 虽然是道长 但是呢 他还是让我们念阿弥陀佛 于是 带我们念佛 给孩子回向 在孩子的床边放了一个佛号 孩子在极大的病痛中 每天听着佛号露睡 前后找了很多家医院 最后全部拒绝治疗 只好把孩子带回家了 回到家 一家人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 虽然每天念佛 还是提不起对佛的信心 还是想其他的办法 还是想其他的办法 能不能救救孩子 4月10日晚上 孩子不再进食了 他嘴里老是叨唠着说 阿弥陀佛救救我 阿弥陀佛救救我 我们听后心都碎了 也跟着孩子念佛 2019年4月12日 躺在床上的孩子 出现了生命垂危的迹象 我们一直守在孩子身边念佛 孩子几次昏迷 没有排便 没有吐血 他的呼吸渐渐微弱 他最后醒来 高兴地喊着 阿弥陀佛叔叔快下来 阿弥陀佛叔叔快下来 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 妈妈 你快说阿弥陀佛啊 我也流着眼泪说 阿弥陀佛 6点45分 小泰心就安详地走了 这个过程被手机 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因为此时 孩子爸爸正在外面 帮着买止疼药 妈妈心里特别着急 于是举起了手机 就拍下了这一段视频 想要发给丈夫 催丈夫赶快回家 没想到 这个视频 竟然是小泰心 在娑婆世界的最后一幕 下面我给大家放着看一下 阿弥陀佛 感恩慈悲的阿弥陀佛 把这个苦难的孩子 接引到了极乐世界 去享福 去做佛了 于是很多的师兄 在虚空念佛堂 发起了远程助念 都在给孩子念佛回向 孩子从断气到下葬 身体一直都是温热的 软软的 以至于家人怀疑 还能再复生 看其神情 如同睡着了一半 完全不像去世的样子 原来小泰心 临出院的时候 医生说 这种病人走的时候 会蹊跷出血 使尿不尽 让父母做好心理准备 但是小泰心 却从始至终 都是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 这让我们对阿弥陀佛 生起了无限的感恩 孩子是在用生命 告诉我们每个人 只要念佛 就能成佛 都说孩子是来讨债的 我知道他不是的 他是来报恩的 他是来苦难的 娑婆世界 用生命来示现的 度我们念佛 成佛的 他是在最后喊出的 阿弥陀佛 是要让我念佛啊 我会用我的生命记住 我要用一生来念佛 将来与孩子 在极乐世界相聚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是妈妈亲自写下的 她的当时的感受 其实我特别能体会 这个妈妈的心情 孩子 无论四岁 二十一岁 二十六岁 三十岁 无论他们何时走 这些孩子们都是来给我们实现的 用他们短暂的人生 来度化我们这些父母 学佛念佛 将来成佛 因为我们经历过 我们也都发了大愿 今生一定去西方极乐世界 与这些孩子们团聚 感恩这些孩子菩萨们 给我们的实现 让我们做父母的 从此以后 没有痛苦 没有悲伤 只有阿弥陀佛 希望大家 从这个故事当中呢 能得到启发 人生无常 而且短暂 不知道 你何时有一天 会遇到灾难 被夺去了生命 根本不知道哪一天 是我们的最后一天 什么时候走不重要 我们去到了哪里 才是最重要的 能去极乐世界 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阿弥陀佛时时刻刻 站在那里 垂手 等着我们回家 今生就是我们在 红尘中最后的一生 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 一起回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让更多的人学佛念佛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